虽然说公公提出来一个所谓的协议 好像是说把这个问题矛盾集中在了这个协议这一点上面 但是真正造成你们俩现在的原因是什么 一个寻短见 一个离家出走 我们说两个人如果说结婚或者是在一起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你要接受对方的所有的缺点以及麻烦 以及你要和他一起去面对这些缺点和处理这些麻烦 小熊现在你的妻子小李他的麻烦有什么呢 他的麻烦有一个不是你们两个生的孩子 而且就你刚才所说他的性格上面是有一个缺点 就是凡事很极端而且对你管得很严等等等等 这是你要面临的问题 你对于小李的这个孩子一开始你就说了没关系 这是你的过去嘛 我能接受你的过去这个态度当然很好 可是接受完了以后呢 这个孩子是他这一辈子都要承担的责任 那么你能不能和他一起去扛这个责任 你能不能一起和他去带这个孩子 能够抚养这个孩子 以后孩子还要上学 要结婚 要生孩子 这个孩子是以后还是一辈子的事情 你能不能以这个胸怀和你的爱心 以及你的能力 你的责任去承担这些 你就不要再去说我因为扛不住压力 我离家出走 你就要彻底断了这些念头 好好想想你怎么去为这个家 为他的孩子 为你们两个的孩子去努力了 而小李 小熊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 而且他未必很有责任心 从现在来看 他的赚钱的能力也好 对家庭承担责任的这个意识也好 都不是很强 你怎么去包容他 你怎么去帮助他和他一起去成长 怎么和他一起去构建这个家 你能不能做到 你也去为你们的共同的生活去努力 这是你们两个要想的问题 小李 我知道你有很多的无奈和心酸 但是我必须要指出你的一些问题 我看到了你很多不成熟 对老人的态度 你要有诚信 要有旅行 如果做不到 学会主动的道歉 解释 不回应 不解释 老人心中一次两次 他会犯嘀咕的 你把很多责任推给你的丈夫 你希望他去出面解释那些 你张不了嘴 开不了口的话 第二点 我是觉得你有做的是不够的地方 就是 你可能会认为 我嫁了这家人 他们就该负担我所有的一切 没错 他们是应该接纳你 包括你所带来的一切 可是 一个人要学会自强自力 学会尽量的不去打扰别人 麻烦别人 我刚刚在听到当中就说到 女儿 几次生病要产生费用 祖坟要捐款 然后 爷爷去世 要买车票 姐姐结婚随礼 肯定还有很多小事 装装件件 你如果认定 他们家应该负担 老公应该拿钱 为什么不自己 更多努力的去工作 去打拼 去分配好这一切 为什么总是要仰仗别人 来扶持你困难的生活 我要上班 但是这钱都是我老公来管的 每个月的工资都是我老公来拿的 如果他不能够有很好的理财能力 和规划经济生活的能力的话 应该你来负责 你来承担 对不对 你来拿过来去进行料理 他们觉得我有个女儿 就钱放我身上 我会给我女儿的 自己的工作收入 那你可以自己来进行规划 自己支配 你自己 或者你和你的丈夫一起 去承担起你们所有的经济开销 从你这个角度 你觉得很难受的 我相信有这么几个点 第一个 你会觉得他对你关心比较少 第二个 你觉得女儿的事情 确实 这边又给大家填麻烦 你这边又没有办法 你们两位相处 我认为是存在很大的问题 第一个 看不懂对方 第二个 生活里面没有找到主动权 所以把这个经济上的重任 相当多的还是交给了父母 在这么缺乏经济基础 又有历史的包袱 你们俩束手不策 今天可以趁这个机会 看脑后门 把对方看懂 把事情安排好 能做到这一点 那将来还有一个方向 我老公给不到我安全感 他倒是 会责任到我身上说 我自己的问题没处理好 我就感觉他给不了我一个 保护的方式吧 小熊和小李 夫妻之间的矛盾 需要双方用成熟和理性去化解 而接下来观察员廖喜玉指出 公公熊先生也有许多要注意和改正的地方 厂上的公公 作为一个男人 你扛起了自己的家 还要去操心你的儿子 媳妇孙子的事情 这一点我是理解你的 但是你的方法是不对的 我做都做不下去了 你这个儿子就被你给宠死了 坐在我们眼前的这个儿子 就是个落落的小女孩呀 你的媳妇 她连去过娘家 看看她前面的孩子 连车票都是要你们来给 你的儿子说没有领到工资 难道没有领到工资 就连600块钱都解决不了吗 你不要老是来替他扛 给600给1000给1500 这样宠着你的孩子 在害他知道吗 一定要叫自己的儿子 走出去扛起自己的家 养好自己的孩子 这是他的义务和责任啊 你来帮他担义务和责任 你的儿子会成长吗 我觉得你的儿子 有很多的东西 他是要调整的 媳妇年轻 当然他也有这样和那样的 让你不满意的地方 我也懂 不要动不动 就说人家骗钱 这骗子听起来 真的很伤情感的 很伤至尊的 骗钱是我是从来没说过 我只是说他骗我 就是说那个小孩 一次一次说带过来 那他有想法 希望媳妇能把孩子带过来 你想他敢带吗 他自己生活的怎么样 他心知肚明啊 不管他前面有什么 你既然你儿子接纳了他 那你就要珍惜他 观察员廖喜玉 劝导熊先生 既以接纳儿媳小礼 就要接纳小礼 之前的孩子 廖阿姨的一番直言 让熊先生陷入了沉思 犹豫片刻后 他和盘拖出了心理的担忧 而这也是他之前 坚持要求儿媳妇签协议的原因 我就是怕他以后 如果是说你没写这张纸条的话 我怕他去起诉他两个人 要这个抚养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